木雕大师刘静雯专注的为徒弟示范台南特有的传统木雕工法 加东入石榴 小徒弟吴隐欣大学学的是工业设计 跟着刘静雯学木雕才短短半年时间 但已经把加东入石榴的传承也当作了使命 传承的方面我不是很敢保证 但是我觉得发扬的部分是需要的 不管以后是做或者是介绍 让大家知道有这个东西都是必要的 1986年当时才国中毕业的刘静雯 师承木雕国宝成起村 当学徒的日子很辛苦 但刘静雯却有打死不退的精神 其实我感觉高兴一个人的苗文 那很重要 除此后持续接触到加东入石榴的工艺品 让刘静雯立定目标 要把这项台南特有的木雕工艺传承下去 所谓加东一名车就是代表 除了传承也得创新 刘静雯尝试在更多的领域里注入加东入石榴的精神 你如果要做一本的班级 我是觉得不用找我做 因为大人就很努力做 我都说不然我来做加东入石榴的做法 30多年来加东入石榴成了刘静雯的代名词 也跟着刘静雯远征海内外 推广台南特有的这项木雕工艺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说是职人也好 降魂也罢 刘静雯的木雕人生 唯有加东入石榴 互为表里 彼此相牵 明日新闻传播林俊明 台南市报导